Oh watch over me 哈囉大家好我是羽毛 今天又來躲完躲完的鬥陣啦 一樣又是PTR的部分喔 再來上兩部的更新後 PTR又來個小小的更新 真的是超級小的那種喔 所以馬上來看看有什麼更新吧 首先是BG 什麼BG有改什麼啦 BG增加了修復寶的靈敏度調整啦 就這樣沒事沒事別緊張 再來新Meta也有小小的BUFF 我之前說過 新Meta的主要攻擊也就是左鍵太弱了 一開始的機傷太低 導致右鍵的輸出效果比較好 所以官方在這一次的PTR又小BUFF了一下 新Meta的左鍵攻擊距離從10公尺 增加到12公尺 看來爆血不太想把機傷拉高一點啦 不過我自己覺得就算這樣改 右鍵的傷害以及壓制力還是會比較好 除非要破盾啊我自己才會用左鍵 你們覺得呢 畢竟新Meta還需要跟隊友有比較好的配合 才比較有用啦 好啦以上就是短短的更新啦 上一次的炸彈鼠BG也在這次改掉了 所以想要試的也試不了囉 接下來來講一下官方正在準備的改動啦 之前有講到除了新Meta之外 還有英雄要改動 沒有錯就是托比安 那托比安有消息了嗎 現在進入到哪 目前已經有改動的方向了 官方也有微透露了一點 首先官方努力改善他過於防守的問題 也就是他在攻擊方的用處太低了 攻擊方選托比安基本上都是來戳的啦 但是也不會把他改成在攻擊方也可以很好用這樣 只是把他改成不要那麼戳一點 目前知道了炮塔有改動 炮塔不再是用蓋的方式 而是用丟的有點像是閃光丟大一樣的距離喔 可是丟出去還是要蓋啊 一階的炮塔根本沒用 所以官方呢把炮塔改成丟出去 直接變成二階喔 這樣在進攻方也可以比較有一點用處 又要多一個新玩家不認識的東西了 一階炮塔 我是不會想你啦 不不 除了炮塔的改動外 大招也有改動喔 官方把大招移到了小招 當然一定會削弱一番喔 目前還不確定會怎麼改 但是有試過幾個方向 像是只給炮塔帶來一些效果啊 可是托比安本身不會 或是反過來這樣喔 以上大概就是目前知道的消息啦 還不確定托比安會什麼時候更新喔 因為現在還是在測試階段 動畫以及音效方面呢 都還沒有做 所以也還沒有預定什麼時候更新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哈夢得即將要出來了 別忘記了 大概樣的四會在凌晨出來吧 想要馬上玩倉鼠的 別忘記囉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你要喜歡並且分享出去 給更多朋友 想要去收看的可以點一下 所以喜歡的訂閱 怕錯直播別人的 鈴鐺按鈕我是羽毛 我們下明天再見囉 嗯 掰掰